你知道俄罗斯方块是怎么风靡全球的吗 推销员在游戏展上第一次见到这款俄罗斯方块 仅仅是试完了两分钟 从此以后就对他不可自拔 甚至连做梦都是掉落的小方块 其实来自这个叫阿列克谢的小员工 他下班后经过一家玩具店 橱窗里凌乱的积木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用连显卡都装不起的电脑 写了最原始的俄罗斯方块 游戏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苏联打工人经常上班默浴玩这个游戏 差点使整个国家的系统运转瘫痪 可作者不仅没有从中获利 还被苏联秘密特工克格勃警告说作者从中获利 而他的公司将游戏的电脑版权 卖给了英国劲爆软件的麦克斯家族 但没有人能想到这几KB的游戏 竟然能在游戏界掀起这样一股巨浪 直到男主亨克不小心发现了这个跨时代的游戏 决心要自己发行这款游戏 他第一次来到任天堂总部 没有预约没关系 能人就是会常人之所不能 他假借上厕所的名义混进了电梯 在被赶出去之前 他很幸运地遇到了任天堂社长山内普 社长在他的推广下愉快地体验了半个小时 当场决定以十倍的价格购买这款游戏 但亨克拒绝了秒赚50万的机会 因为他想到的是超级玛丽和塞尔达这两颗万年摇钱树 不甘于做一锤子买卖 所以亨克选择顶着所有的压力 向银行借了300万美元 准备发行包括这款游戏的所有卡带和接机业务 今天开始他的工作室成立了 但不到两个月就接到了麦克斯家族的电话 买下代理的小凯文竟然把接机游戏版权转卖给了世家 只剩下亨克的家用红白机的游戏版权 这意味着亨克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报废了 夫妻俩迅速停止了接机业务的研发 亨克在巨大的压力下交出了第一张家用机卡带 并在社长的支持下安排他与西雅图分公司的总裁荒川石会面 出乎意料的是 他一进门就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亨克上一秒仍然很困惑 但当他第一次看到掌机时他惊呆了 世界上不超过十个人看到了这台机器 这正是日后蜂蜜世界的Gb掌机 他二话没说就用C语言把俄罗斯方块写了进去 游戏的经验程度瞬间征服了荒川石 与喜爱超级玛丽的数十万儿童相比 这个俄罗斯方块可以覆盖到数百万人 但如果要发行 亨克仍然需要去伦敦获得版权 在谈话中 亨克似乎意识到凯文家族没有获得俄罗斯方块版权的首持版权 他买了一个推销员让他去莫斯科 但他一回家就收到了坏消息 英国商人这个中间商计划 以十万美元将版权卖给亚达利 而彼时才具著名的亚达利大崩溃事件过去五年 但那起事件造成的美国游戏市场崩坏影响足足有四年之久 直到85年任天堂的超级玛丽兄弟才一反退市 这样的意外举措让麦克斯家族和亨克都顿感慌张 亨克当即决定跑到苏联寻找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所有者 而他的运气也是真的很好 一到这里就遇到了一位翻译萨莎给他带路 辗转反侧终于找到了莫斯科的电子设备联合会 亨克一进门就热情地拿出任天堂的卡带 介绍了他前来的目的 但负责人声称他没有出售过任何红白机的游戏版权 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卡带都失败了 亨克忍得心中的疑惑邀请了翻译 此时此刻他只能孤注一掷 提先购买红白机的全球游戏版权 再进一步谈掌机和接机的版权 亨克的真诚打动了负责人 他邀请亨克第二天再次见面 第二天再次见面时 在这里亨克成功地看到了俄罗斯方块的作者阿列克贤 可刚一见面就被特工组织克格勃警告 无论是冒充旅游签证还是盗版游戏 亨克都违反了当地法律 克格勃警告他回去 停止所有的研究 否则会让他永远留在这里 但压上全部身家的亨克 别说是克格勃了 就是盖世太保来了也得刚到底 在随后俩人的交谈中亨克得知 机构从未将除电脑以外的版权授权给其他人 这也就意味着正在交易的红白机乃至接机掌机版本 全都是盗版发行的 在看过当初签署的原始合同之后终于明白 净爆软件当时玩了合同上的文字游戏 欺负苏联老大哥不熟悉资本主义那套 在FC红白机和个人电脑这个概念区分上做了模糊 这才让麦克斯家族钻了法律的漏子 虽然电子版和家用机的版权丢了 可负责人现在还掌握接机和掌机的版权 从亨克口中套出接机的价值后 带着15万美元的一甲 和重新拟定的新合同 让隔壁房间的中间上一脸猛逼 这样的三方谈判 掌握信息透明度的苏联负责人占尽优势 让他们明日再过来商谈细则 但克格伯私下与凯文父亲串通 并承诺将掌机版权卖给他们 这时亨克悄悄溜到作者家 两位才华横溢的程序员一见如故 作者还邀请他玩最原始的代码 在玩的过程中 亨克提出了一个憋了很久的想法 让作者恍然大悟 正是今晚几十次的修改 游戏的正反馈机制不断地完善 这才让游戏真正达到了顶峰 但亨克一回到酒店就遇到了克格伯 被毒打后还抢走了牛仔裤 酒店房间也被翻得一干二净 甚至远在东京的家人 也受到了俄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威胁 亨克愤怒地谴责负责人 并提出了他不能拒绝今天的合同 但想要获得回扣的克格伯强硬介入 负责人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只能签署凯文的版权一项协议 亨克还没来得及继续谈合作 就这样被送走了 但负责人却偷偷把他带到了后门 他要求亨克立即签署同样的协议 给他一周的时间出价购买掌机版权 并可以再出价购买游戏的电子版权 负责人这样做的原因 只是在选择效忠他热爱的祖国罢了 看到对方冒着这么大风险 亨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任他 然而这一幕仍然被拍摄下来 作者亲自在门口接亨克 在去机场的路上 他们意外地发现 原本冒充翻译的萨莎也是克格伯组织的 显而易见知道情况的克格伯 也不会让负责人好过 当他回家时他接到了任天堂的电话 他们收到了麦克斯家族的合作邀请 这意味着亨克不仅一无所有 还将面临盗版被起诉的严重后果 一向坚强的亨克此刻忍不住崩溃了 当他一筹莫展之际 远在苏联的负责人找到了作者 要求他将合作协议传真给亨克 内容清楚地表明 首先支付100万美元的投标人 可以合理地成为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所有者 然而正在清理大量财务造假证据的麦克斯家族 此刻根本无法拿出100万美元的现金 亨克闯入任天堂的办公室 拿出苏联发来的传真 短短几行字动摇了整个游戏行业 麦克斯家族没有版权 这意味着他们和买家亚达利都被蒙骗了 直到这一刻大家才相信亨克努力的结果 他们再次飞往俄罗斯 克格勃看到亨克还敢送上门 怒不可恶派人清理了作者的工作台 把他的家人赶出了居住区 甚至他的孩子也被学校开除了 他警告作者不要违背他们的意愿 克格勃的萨莎盯着交易现场 但任天堂给了负责人10倍以上的价格 这让萨莎大吃一惊 但克格勃领导规定这款游戏必须卖给麦克斯家族 因为萨莎并不知道贿赂一事 得知亨克又跑到莫斯科后 老麦克斯亲自带着儿子敢来 想通过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促成交易 但整个苏联都在面临解体 总书记更无心多管这个朋友的商业问题 老凯文还想继续还价 双方互相对了好一会儿 关键时刻小凯文一句话漏嘴 原来麦克斯家族濒临破产 负责人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亨克的感激和担忧已经来不及说了 晚来一步的克格勃向老凯文讨要自己的那份利益 在这个极其尴尬的时刻 老凯文忍痛答应将游戏版权的一半分给了克格勃 这才让他同意追回亨克 逃跑的三个人被克格勃拦住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作者开车带走了他们 萨莎也找到了总书记来举报克格勃的行为 亨克和他的团队被克格勃疯狂追赶 在街头上演了一场像素级的FC赛车 幸运的是亨克和他的团队成功地到达了机场 他们匆忙地搭乘了最近的一个航班 作者一直把他们送到登机口离开 然而亨克刚刚办理了登机手续就被克格勃发现了 成功坐下后几个人的心跳仍然砰砰直跳 克格勃赶上了准备飞往东京的飞机 他在外面猛烈地拍了拍舱门 然而进入飞机后他看不到亨克他们 这才意识到他们是飞向了上海 不甘心的克格勃正准备继续追赶 却被萨莎拦住 终于腐败的克格勃终于被抓住了 亨克终于获得了游戏版权 回家弥补上次错过女儿表演的遗憾 还给妻子带来了一张500万美元的支票 看似幸福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却没想到不到一年就成了巅峰 配备俄罗斯方块的GB掌机创造了奇迹 超过一亿的销量使这款游戏达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巨变 在1991年给西方世界送去了一份圣诞节大礼 不知不觉中作者阿列克谢感受到了国家的变化 他的妻子带来了亨克的礼物 并为他的家人提供了飞网就金山的机票 亨克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两个大男孩非常珍惜这次相遇 他们决定再也不分开了 两人后来成立了俄罗斯方块公司 让游戏进入每个家庭